哈囉大家好是一五 說到UBISoft 也就是玉碧這間遊戲公司 大家會想到什麼遊戲呢? 當然是刺客教條 或是看門狗 全境封鎖 波斯王子 極地戰豪 隨手一捏就能叫出一堆沒玩過至少也聽過的名作 但是最近的玉碧不但惹火上升 甚至就快倒了 這到底是什麼了? 這麼大的公司能說倒就倒的嗎? 一切的故事 都從玉碧今年推出的兩個3A大作開始 星際大戰 亡命之徒與刺客教條暗影者 最近鬧得最大的 自然是刺客教條暗影者 明明是首次以日本為舞台的刺客教條系列作 知名武將多不勝數 偏選了一個黑人謎著來當主角 讓黑人當主角 個人倒也沒什麼意見 黑人就黑人嘛 一堆日本遊戲或小說 還不是把各個知名武將娘化 歷史也大變動不知道幾百次了 甚至人王一代就是用白人當主角 那時也沒鬧出什麼事 甚至在二恰看日本人討論時 對於彌柱來當主角這事 雖然是沒看有日本人覺得這是神選角 很歡迎 但至少日本人是沒太大意見 最初有人問You感想時 我也只說難得的日本篇 不選日本人甚至不選東方人 選了個黑人實在可惜 畢竟下次的刺客不管換到哪國 想必也不太可能日本人當主角 但後續發展又越來越不對勁了 整件事比單純黑人主角這件事還要嚴重幾百倍以上 首先創意總監表示 他們想要找一名我們的武士 一個不是日本人的角色 這等於是一刀把日本玩家切開 這款遊戲一開始就是要賣給某一群不是日本人的玩家 刺客叫條日本篇 只有日本人被排除在客群之外 那還真難笑 然後玉碧又表示 米珠將日本從壓迫者手中解放 這也讓人問日本是被誰壓迫 被日本人壓迫嗎 再來是米珠的身份問題 事實上米珠應該不是武士 頂多是跟班之類 不過很多遊戲都會讓米珠以武士身份登場 畢竟武士聽起來比較好聽嘛 這也無可厚非 但被講成傳奇武士就不太對了 沒具體參加過知名戰役的武士 要怎麼樣才能成為傳奇武士 如果說這一切都當成遊戲 那也就罷了 刺客叫條系列其實也都虛構故事 但偏偏製作人的專訪又說 團隊與外部的顧問和歷史學家合作 甚至親自飛到日本去進行研究 嘗試去開發一款盡可能真實的遊戲 宣傳盡可能真實 然後宣傳圖跟宣傳美術錯誤連篇 把被視為與神境交界的鳥居擺到村莊入口 迷住在飛戰時全副武裝亂晃 還穿著有信長佳穩的盔甲 在別人家領地斬別人家武將 是在幫芝田開戰嗎 而且其實呢 戰鬥音樂是嘻哈舞曲 我還以為迷住是非洲人呢 原來是布魯克林區的黑人啊 想像一下在古代日本 一個全副武裝的黑人 唱著Rap來破壞你家 那還真的蠻恐怖的對吧 文化上的錯誤也罷了 櫻花盛開是春天 然後田裡再收成稻米 還出現不存在日本的物種 各種細節都亂七八糟 簡直是知識跟常識都欠奉 有很多人整理出錯誤之處 尤其是漢字很多都亂寫 恐怕是讓AI寫的 不要說日本人 連亞洲人都看得出有問題 同時欠缺知識跟常識 還誇口將由玉璧來填補 日本歷史這部分的空白 會不會太猛了一點 還被人爆出玉璧聘請的歷史學家 有一位日本大學英語系副教授 Thomas Lackley 這位副教授出了一本 關於信長與迷住的小說 標榜是真實歷史 內容舉Wiki作為佐證 但Wiki內容竟然是他自己寫的 換句話說是他寫小說 再把小說內容拿去寫Wiki 這也太誇張了吧 像是迷住是武士這件事 就是他自己改上去的 實際的史料上 並沒有證據支持這個論點 跟人王一的主角相當不同 人王一的主角 三浦安貞 是歷史確實有記載 得川家康豐亞當斯為武士 並改名為三不安貞的史實 迷住則不然 完全沒有這類的史料 也沒有迷住帶兵出征的事蹟 Thomas寫的小說 甚至把黑奴買賣推給日本 相當沒有良心 事發之後玉碧裝飾不回應 Thomas Lackley 則關閉了所有相關社群帳號 但是最讓人無法忍受的是 玉碧製作的 這個有獨角鳥居的玩具 是的 你做了一個被毀壞的神境之門 而且什麼不好選 選一個在二戰中 被原子彈炸壞的鳥居 等於是去應接一個 沒有人想揭開的傷疤 別的國家不好說 日本人會覺得好棒棒嗎 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事 就連不是日本人的You 都覺得這也太過分了吧 就好像做一款遊戲 主角會舉著納粹裡的手勢 在巴黎到處砍法國人一樣 遊戲公司不被法國人掀翻才怪 話說回來 玉碧似乎也真的不在意 他們大喇喇的在秋夜園 放黑人把日本人斬首的畫面 他們難道是覺得 這樣日本人看了會覺得好棒棒 一堆人跑去預購嗎 可能是吧 到暗影者決定延期之前 日本亞馬遜約有100多個預約 更奇怪的是 玉碧在接受採訪時 表示他們與許多專家合作 自己也做了很多研究 和大阪與東京的工作室合作 他們為素材提供了很多意見 一邊玩遊戲一邊提供反饋 都是世界非常有知名度的專家 結果犯了一大堆低級錯誤 有爆料說歷史學家是開發到一半才加入 加入的太晚才發生一堆問題 那你自己的很多研究到哪裡去了 實際上暗影者被抓到很多抄襲行為 最著名的應該是海賊王索隆的劍 索隆的劍可不是歷史上的日本刀 如果被做進遊戲裡 那當然是赤裸裸的抄襲 也完全不是史實歷史 另一件是官員鐵砲隊的旗幟 官員鐵砲隊是一個現代團體 戰國根本沒有這個團體 更糟的是他們跟玉碧抗議 要求將他們的旗幟去除掉時 玉碧表示已經做出來拿不掉了 不願意去除掉 道歉文也僅有日文版 非常誇張 就好像小偷被抓到之後說 你的錢已經被我花掉了 沒辦法還你 甚至有一位自稱日本人的記者 像紐約時報投書 日本人對暗影者很有好感 反對的人都是西方人用Google翻譯 假冒憤怒的日本人 結果被起底是正確團體的人 還參與過暗影者開發 而且本人住在加州 這是要怎麼代表日本人 被抓包之後關閉了社群網頁 面對鋪天蓋地的指責 玉碧的態度是如何呢 玉碧執行長表示 目前令我擔憂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鎖定了我們團隊成員 合作夥伴們的 惡毒且個人的網路攻擊 玉碧嚴厲斥責這些仇恨言論 而我也鼓勵產業中的其他成員 而玩家們一同譴責他們 哇哦 除了嚴厲斥責那些反對言論之外 還邀其他公司一起罵耶 而且有內部爆料指出 上誠對玩家抱怨一律無事 覺得罵的人都是極少數的偏激玩家 日本人的抗議 甚至從來沒排入討論的議程 這就是官方態度 是不是有點眼熟 某個虧了4億美金的性命特工 也說玩家的意見都是白噪音 對玩家的意見衝而不穩 下場怎樣大家都看到了 更扯的是 玉碧居然在刺客教條暗影者的YT預告片 鼓勇機器人喜好評 共通點都是美女圖頭像 盛讚暗影者歷史考究的真棒 嘲諷批評的人不是歷史絕佳 然後點贊數都4000到5000之間 真的是很巧呢 事情傳開之後 當然變成各家網站新聞 也被許多YT拿出來審視 然後機器人的評論就全被刪除了 真是好快的刀 到了9月 玉碧總裁態度急轉彎 宣稱玉碧是一家以娛樂為宗旨的公司 為最廣泛的玩家受眾製作遊戲 我們的目標不是推動任何特定社會議題 當然就算是現在 到玉碧的官方網站 仍然可以看到他們的網站 掛滿了各種推動DEI議題的內容 真是睜眼在說瞎話 看看玉碧的員工組成 這兩張合照顯示出玉碧已經完全成為不同的公司了 更不用說在先前玉碧推出的導師計畫 只收女性跟跨性別者 赤裸裸的騎士直接被律師斷言這是違法行為 那為什麼玉碧總裁要說這麼容易被戳破的謊言呢 可能他們覺得玩家很好騙 又或者他們想騙投資人 不然也不會玩用機器人給好評的把戲 不過真正的原因是因為玉碧快完蛋了 玉碧股價從2018年最高102歐元 來到今年最低點只剩9.3歐元 資產增發90%以上 簡直不可思議 要怎麼經營才能做到這種地步 當然這是有機可循的 玉碧在2024年只推出兩款3A大作 當然就是星際大戰亡命之圖 與刺客教條暗影者 刺客教的暗影者已經宣布延期 而根據爆料指出 星際大戰亡命之圖銷量只有100萬 100萬聽起來好像不錯 但星際大戰這麼大的IP 光授權費用就嚇死人了 Sony推出的漫威蜘蛛人2 銷量到達780萬套時 據說才剛好打平成本 那星際大戰亡命之圖 沒賣個500萬應該都是大虧才對 爆料指出在玉碧內部稱這款星際大戰叫做 星際大戰之避寫狂殺 顯然是非常有自信 等等 星明特工也在Sony內部被叫做 星明特工之星際大戰 還被認為是Sony的未來 怎麼這麼巧 今年不差一款怒海戰技嗎 這可不是一款3A大作 欲必說這款是4A大作 開發11年終於推出 根據爆料指出至少燒了6.5億到8.5億美金 確實是遠超3A的投資額跟工作量 星明特工才燒4億真是太小額科了 而且怒海戰技還是一款定價高達70美金的服務型遊戲 也就是定價1790台幣還內建商城 阿華版甚至高達2090台幣 真是不得了的大作 雖然開賣沒幾個星期 價格已經直接漲超過60% 變成716台幣 平日上限只有350人到450人左右 甚至8月登上Steam之後 評價也只有褒貶不一 最高人數只有2581人 最低來到266人 低到可怕 也就是說育幣這8.5億的投資 看來是賺不回來了 能虧折合台幣超過270億 也算育幣很厲害了 更別提後面的亡命之圖 也只賣了不到100萬套 不過亡命之圖11月才會上Steam 也許還有成長空間就是了 爆料更提到 刺客教條暗影者預購量 只有當初刺客教條微經紀元的7% 育幣今年5月才出的FPS對戰遊戲 極二戰線 類似星明特工那樣的射擊遊戲 狀況也相當不樂觀 新聞報導如果再無法提高遊玩能數 第三季之後可能就不更新了 更大的危機是 育幣是一間相當肥大的公司 員工竟然有21000名 任天堂就算加上開發硬體的人員 也只有7700人 Sony的SIE也只有12700人 創造出COD跟暗黑破壞神 等大作的動視跟暴雪合起來 也才13000人 育幣每年的盈利也撐不上頂尖 根本養不起這麼多人 實際上去年還虧損了164億台幣 而這麼多人的理由 卻是想領取各國的福利津貼 哪裡有福利就往哪裡去 怒海戰記之所以重做11年 還硬著頭皮推出 其實就是跟新加坡政府簽約 新加坡政府有對遊戲出資 導致育幣不能隨便喊停這遊戲 實際上這也解答了一個疑問 一間公司能被罵一罵就改善嗎 很難 除非他會虧很多錢 新明特工之所以會被收掉 並不是因為很多人在罵 而是因為真的沒人去玩 育幣感覺到危機 也是因為遊戲賣不出去 怒海戰記沒人玩 星際大戰賣不好 刺客教條預購差 一切都是因為賺不到錢 原本育幣採用的戰術是 遊戲首發一定不出steam 先讓UBI Plus跟APEG獨佔一段時間 讓迫不及待的玩家 花錢在育幣自己的啟動器 現在事情很糟了 可以說不能再糟了 有什麼事能比堂堂刺客教條的日本篇 宣布取消參加東京電玩展 還要更糟糕呢 這才迫使育幣宣布 不光是刺客教條暗影者 往後育幣所有的遊戲 都會首日即上steam 也就是情勢已經只能 至尊擺兩邊 利益擺中間 這也證明了用錢包投票是有效的 育幣還做出了什麼蠢事呢 光是講今年就好 育幣今年1月曾說過 玩家應該不習慣擁有遊戲 後來還真的從玩家的遊戲庫 刪除掉玩家花錢買的標庫車神 導致引發玩家沿上 甚至引發加州訂定新的消保法規範 要求講明白 廠商是賣使用授權 禁止在銷售時使用買下或購買的字眼 加州開了第一槍之後 難保不會擴展到整個美國甚至全世界 育幣憑一己之力影響全世界 真是太厲害了 而育幣執行長認為 星際大戰亡命之圖賣不好 都是因為玩家要求太高 僅僅做出扎實的遊戲不行 玩家要求的是非凡的體驗 是這樣嗎 讓我們看看扎實的亡命之圖是有多扎實 王命之圖還真扎實 除非你是星際大戰的忠實觀眾 否則這些BUG修好之前還是別買比較好 刺客教條暗影者的延期 據說也是要修正遊戲中沉山沉海的BUG 避免重蹈亡命之圖的復測 當然也請了新的日本歷史專家 將錯誤的文化內容重新修正 雖然也有人推測 彌柱可能會被拿掉 換成一個日本武士當主角 不過考慮到延期三個月而已 應該是太短了 況且育幣還有一個大麻煩是 最近育幣取消在家遠距工作 要求員工一星期至少到公司上班三天 引發了員工跟法國工會憤怒 因此10月將會罷工三天 說不定還會罷工更多天 所以三個月到底能做什麼還真難說 只能說明年繼續延期也不是不可能 順便一提最新的消息 下下一代的刺客教條 將只有女性角色 主角也是女的 配角也是女的 並且他們會大談同性戀 大概只有敵人是男的 劇情以獵巫時代為主軸 大家喜歡嗎? 女角色會長得怎麼樣 那就不知道了 可能跟亡命之圖差不多吧 總而言之 也許廠商會忽視玩家的聲音 堅持走往奇怪的方向 但無論廠商多麼神通廣大 他都無法拿著槍逼你掏錢 用錢包投票永遠是有用的 只有錢才能促使廠商前進 想必也沒人會掏錢買自己不喜歡的東西 因此假如覺得廠商做錯了 就用錢包教訓他們 才是市場機制的真理 那麼覺得影片很有用 想看更多類似影片的話 別忘了訂閱加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影片通知喔 那麼今天就到這裡了 下次再會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